自宋朝突火枪出现并传入欧洲之后 人类开始对火药发射武器进行深入的思考与优化 上期讲到突火枪本身存在结构强度不佳 射击破甲杀伤力不足等等问题 随着使用的深入和金属冶炼链技术的提升 中国和欧洲几乎都开始将逐制的突火枪 换成更加坚固耐用的金属管体 因此现代车的发展开始迎来了金属枪声的时期 它就是本期武器党堂的主角火门枪 火门枪是一个更加广义的名词 在中国也被叫做火冲 欧洲的就叫做火门枪 所以火门枪几乎可以说是中国首冲的同一词 火门枪是从南宋的突火枪演变而来的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 其发展于元朝时期 整个结构基本上保留了突火枪的设计 更多的是材料的不同 火门枪结构上由前膛、钥匙、火门和尾枪组成 冲堂的前部是冲口 用于装填火药、弹丸以及发射的时候 推出弹丸使用 前膛的长度大约在165毫米左右 早期的是直筒的结构 内部没有设计膛线为滑膛结构 后续到了明朝 火冲开始做了改进 将直筒的前膛改为由筒口 到钥匙逐渐增大的形状 进一步优化设计 以达到更加科学合理的结构 钥匙的尾部是封死的 跟尾枪中间并不连通 早期设计的钥匙会隆起 其内外镜是大于冲堂的内外镜的 所以钥匙内部的横结面积和溶积都比较大 这样可以让内部的装填药充分的燃烧 然后产生大量的高温高压气体 而这些气体到达前膛的时候 因为横结面积变小 会受到挤压再次增大压墙 这样对于弹丸的出速度 有一个质的提升 所以相对于突火枪 火冲发射的弹丸飞行速度 以及杀伤力更加的强大 在钥匙壁上留有一个小孔 这个小孔大约有几毫米的大小 根据尺寸有所不同 被称为萤火孔或火门 通过在这个结构 使用稍多红热的金属丝或者木炭 点燃火门里的火药 从而引燃钥匙内的火药 激发弹丸射出 后部的尾穷一般是中空的 可以在后部插入被称为堕杆的木棍或者长矛 由于方便射手持握 瞄准和控制 也可以插入固定车架上进行使用 这基本上就是火门枪的主要结构 因为其操作原理和发射原理 跟火炮都是差不多的 算是缩小版本的火炮 因此在欧洲也被称为手炮 在使用的时候 需要先将黑火药从弹口倒入 然后将石弹 铁弹 铜弹 或者铅弹一类的弹丸 倒入就可以瞄准激发了 早期设计的时候 火药量和弹丸都是没有固定的标准的 再加上制作工艺问题 火充非常容易炸糖 随了使用的深入 到明朝时期 跟欧洲进行了火气交流之后 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 要求对当时的火充进行了优化 例如在火门上面增加了火门盖 避免出现引火机构受潮 造成失效等情况 第二个是配备一个火药的装药室 这样就能让每一次装药药量 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从而避免了药多或少带来的危险 第三个是增加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这种东西 在欧洲的一些前装药火器上面 大量的使用 当时大明朝的叫法是木马兹 木马兹是一种火充的附检 可以在药堂装填火药完毕之后 将火药注食 实现景色与密气 用于增加爆发力 增大射程 通过这些优化 火充的发展 带明朝得到了质的肥月 并衍生出了各种用途的火充 比如单明使用的手充 城防和水战用的 大碗口充 斩口充 三眼充等等 甚至后来的清朝 也直接引用了大量的设计 明朝也因火充的发展 军事实力得到了强化 甚至组建了专门装配火充的 作战军队 命名为神机营 明朝创造和发展的火充 从冷冰气相结合的战术 而与此同时的欧洲 也进行了大量的改建 例如设计了 便于单手持温的枪托 便于点火的机械结构 被在各大战役中使用 火充早期使用的材料是 青铜为主 所以一开始 也被叫做铜火充 后来又改用生铁铸造 所以后续改成了铁火充 而在世界另一段的欧洲 在获得突火枪和黑火药之后 几乎在同一时期的意大利 也出现了铁刺的火充 也就是火门枪 火门枪携带的火药 一般存放在逃作的火药瓮中 随身使用的火药 则保存在牛角制成的火药罐里 明朝和欧洲的火门枪 几乎是一样的设计思路 并且在使用的时候 一般都需要两个人进行操作 分别负责瞄准和填火 但是在作战中 和当时普遍骑兵作战的概念下 火门枪存在命中率低 操作麻烦 发射效率低等问题 但是对于当时 仅仅使用冷冰器的军队来说 它的威力绝对是占据上风的 这基本上就是 火门枪的主要设计和使用了 虽然相对于突破枪而言 更加的成熟可靠 但是其缺陷也是非常的多的 对于存在缺陷的火门枪 有不少人开始对搭进行研究 期盼能够发现更加方便 和快捷的激发方式 最好是一个人就能操作解决 这个时候 欧洲的枪械工匠们 在早期火门枪的救赐上面 做了一些改进和先世的设计 期盼能够优化火门枪的使用便利性 例如把火门枪的火门 从顶目移到右侧 为其增加一个火药池 或者在火门枪的右侧 加上一条长长的 层Z型或S型的弯钩 该结构的中央位置 用钉子钉在枪托上 使其可以绕轴旋转 上面增加一个用于 灵火的绳子进行点火 一弯钩弯曲的形状 很像是条蛇 所以人们将其形象的称为 蛇感 蛇感的出现 垂升了另一种半机械化 半振动化的点火火器 火神枪的出现 也开始了 现代半机型火器的基础 火神枪 我们下期会和大家具体讲解 而同期的中国大明朝 在满洲骑兵入主中原之后 整整200多年的历史 火器的发展 一直还保留了明朝的技术 没有任何的进步 甚至还出现了倒退的迹象 所以在欧洲这群火神枪的升级优化 和更加先进的武器研发的时候 大清朝依然停滞不前 乃至闭关锁国 直到后来 大清被更加先进的洋枪洋炮敲开国门 留下来近代接近百年的驱逐史 好在如今我们奋发图强 以重新崛起 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都不亚于世界先进的国家 畏屈世界强国之列 谁乃我辈之信 本期武器浪堂到此结束 更多介绍视频 欢迎查看网期内容 下一期内容 请订阅关注武器浪堂 我们下期见